长礼菊药 馈赠篇 一会儿你和妈妈一起去闻闻家送礼物好不好 好啊好啊 来了妈快请进快请进 闻闻妈那天我的车坏在路上多亏遇到了你 要是没你的帮忙恐怕我就得在公路上待一晚上了 那这是我家乡的特产请您尝尝 我不过是顺手帮了点小忙你何必这样的快拿回去吧 这不过是我家乡的一点土特产你可别嫌少啊 那就多谢你了 你还我你还我 我不我不 你还我你还我 文文你在做什么 妈妈我要我的发奖 蓝蓝 妈妈不是和你说过不要拿别人的东西吗 我没拿这是文文送给我的 我现在又不想送给你了 你还我 你还我 文文送给别人的东西是不能要的 把东西送给了别人 那这个东西就是人家的了 如果你再要的话 那是很失礼的 再见 有空去我家玩 好的 阿姨再见 再见 妈妈你这是准备给谁送礼物啊 文文我们一会儿去蓝蓝家好不好 妈妈这件礼物是要送到蓝蓝家 是啊 上次蓝蓝妈妈送给咱家一些礼物 我们怎么能不回赠呢 俗话不是说来而不往非离夜吗 这句俗语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哦 别人送给我们礼物 而我们却不去回赠 是很失礼的 哦 我明白了妈妈 这就叫礼尚往来吧 对 文文真聪明 文文 咱们一起去蓝蓝家吧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